一个女护士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千块钱 但是呢 她却经常购买奢侈品 和Lonita的这种装扮 年姻裙 那简直是就不可以想象 是吧 那她通过什么方式来承担 负担这样的花销呢 这她就是跟自己身边的人 朋友 同事 借钱 为了满足这种 叫公主梦 这种小公主的梦 就到处去借钱 在杨浦 有这么一个戴某 她是一个小护士 经常以家人生病就医 或者投资周转的理由 借钱 少则两万块 多则三十余万元 每当别人催她还钱 她就各种理由堂塞 面对民警的传唤 戴某也就是觉得自己是 没还钱 不算什么问题 还上就行了嘛 那你们既然叫我还钱 我就还呗 但是呢 警方并不这样认为 他已经诈骗了熟人七十万元 所以被警方依法逮捕 这是一个为了虚荣心 产生的这么一个凄凉的故事 所以你再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一定要量力而为 超出自己的经济 承担能力的话 就当一个梦 做做而已 不要当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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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